这个郭文贵穿这个穆斯林的衣服 在推特上贴这张照片确实可能是失算 失算了 美国造势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尽管现在这个事件的西方的主流媒体和非华裔的社区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影响 但是郭文贵自己也讲了 我要先变成蝴蝶 再去推动这个蝴蝶效应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要先在这个各种华文媒体上造成一定的声势 如果在这个阶段他的问题政治目的能够达到了就达到了 达不到的话 他可能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爆料 说明郭文贵也考虑到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情 西方人也有他感兴趣的这种角度对这个事情 现在弄这个穆斯林的衣服 船身上未必是明智的一种做法吧 关于对这个亨利基辛格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他写过一本专著 叫Diplomacy 我认为就是说 把国家人格化呢 是在外交上的一个误区 美国为什么讲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呢 他说这个朋友和敌人呢 是指国家和国家之间的 没有永久的敌人 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利益 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 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讲呢 这个道德标准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但基因格恰恰的阐明了 就是我们不应该把国家人格化 不应该把国家人格化 要用这种比较现实主义的 从利益角度出发来处理外交关系 这是一方面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他认为国家呢 只能做到这个实际利益 根据实际利益来制定这种政策 至于这种价值观念的东西 这种信念也好 宗教思想也好 他实际已经超过了政治 所能左右的这个范围 实际是应该交给神的使命 而且基辛格代表了一批人 在处理中国问题上 他们认为在中国 你只要考虑实际利益就可以了 至于文明和文明之间 相互淘汰的问题 这是一个自然过程 你不必去操心 在你这个外交事务当中 不必考虑这个问题 他会自然的进行淘汰 优胜略太的一个过程 有人说这个亨利基辛格 是亲中的 包括尼克松访华 是左的 这是非常大的误区 亨利基辛格 是一个铁杆的 这个犹太富国主义者 尽管他在外交上 包括对以色列 这种政治主张 都是非常不明显的 不是不明显 几乎看不到 但却是他坚信的 这是他的理想 对基辛格这种人 他为了这个 犹太富国主义的理想 这个奋斗的精神 已经达到了现身的地步 怎么讲 就不在乎 世人和社会舆论 具体讲这些媒体 对他的评价如何 他甘愿充当这个角色 他认为跟中国 这个扳倒中国的办法 就是跟他进行交流 进行商品贸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商品本身就承载着 文化的某种内涵 在商品交流的过程当中 就是文化输出 那么 一个强大的文明 他的文化 在这个输出过程当中 会慢慢的 体现出来他的 体现出来他的优势 会慢慢的 实现那种 大家用举起的政策 外交路线所无法达到的 那种理想追求 在他这本 Diplomacy里 他基本上是阐明了这一点 说呢 不知道 可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 他那个论中国 翻译成中文了 但是这本书 对于中国人呢 实际更加重要 就是他能够 让大家看 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 基辛格心里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 比如台湾问题 我们说到基辛格 自然不能忘记访美 还有尼克松 有人说 甚至今天 有人说 这个尼克松 基辛格 从那时候开始 就已经和 这个 共产主义 共产党 穿一条裤子了 真是很大的误解 没有中美建交 能有苏联解体吗 中美建交 标志着 社会主义 东方阵营内部的大分裂 正是从这开始 苏东坡在这就注定了 会发生 我们说台湾问题 如果美国不出卖台湾的利益 不出卖台湾的利益 那么甚至支持台湾 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坚定的执行这个外交路线 那么当然美国采取过这种 这个政策 政策 就是希望建立两国中国 后来改了 后来为什么做这种调整呢 就是台海两岸的这种状态 不和不同的状态 使得大陆的政权 更加的不稳定 在六十年代 台湾独立了 两个国家了 到今天呢 四十年以后 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 四五十年以后 已经都是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没有这个台湾 那么大陆的政权是更稳定的 还是说潜伏着更多的危机的 自然是更稳定的 现在如果没有台湾 处于这种 悬而未决的这种状态 悬而未决这种状态 那邓小平当时 在中日邦交的那个时候 讲钓鱼岛问题 可以暂时搁置 这个立场实际也是美国人的立场 邓小平访美的时候 涉及这问题 美国人就是这立场 邓小平只是转述了这个立场 所以日本也答应 当然日本看出来 美国人在这里 这个的考虑 你把一切问题都搁置起来 是最好的 把所有的矛盾 都放在这个地方不解决 这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 就是美国人卑鄙啊 美国人阴险的 不能这么说 国家呢 我们不能把它人格化 还是说回来 不能把它人格化 它是一个政权 或者说是一个 用这个共产党字以后 是机器 机器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说到朝鲜 那么川普为什么 拒绝和金正恩见面呢 或者不是两国最高的 这个总统和他的统帅 最高层的会晤 在第一个层次进行外交接触 美国为什么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呢 那金正恩一直想和美国 恢复良好的关系 金正恩呢 金正日甚至到金正南 今日从晚年留下的遗愿 就是和美国建立比较良好 正常的关系 那么但是为什么 那么在苏东坡之后 那么朝鲜还没有走上这条路呢 这里一方面当然是中国的作用 中国的作用 中国一方面嘲笑朝鲜 嘲笑朝鲜人民 那种他那种 不得那种极权政治 和老百姓的那种愚昧的那种狂热 但同时呢 他又希望他保留这种状态 不不绝他一切和西方进行交流的这种途径 这是作用 但是更主要原因来自于美国 如果北韩有这么强烈的愿望 那么美国想和他改参关系 中国想拦也拦不住 那么主要还是美国有这个考量 他是不是需要一个 比较政治上 就是朝鲜半岛的和平 对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 是不是真的有利 甚至一个统一的大韩民国 他在这个地方举起不定 当然对美国来讲 朝鲜半岛统一是绝对的一件坏事 但是从更大的格局来看 如果涉及到中国 这里还有中国 那么又有他长远的战略上的 无法估量的长远力 这个好处也是明显的 一个统一的大韩民国 朝鲜半岛对中国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力 那是一个像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香港 台湾的那种作用所无法比拟 但是这里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从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出发 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么美国应该对于金家 北韩的这种善意 做出积极的反应 本来应该这样 但是他考虑到更加近期的利益 在日本等等 尤其是在日本 尤其是他在日本 那么这个朝鲜半岛统一了 又变得在战略上不是这么好 朝鲜半岛一统一 大韩民国整个的民主 那么日本人第二天 就会对每个人说 你这军事基地在这 还有什么作用 你为什么不撤走 所以这个很明显 就跟下降级一样 川普不是个商人 这种认识非常错误的 就像慈禧老太后 认为洋人都是买卖人 要点地要点银子 不会动我的大清国的江山设计 给他点无所谓 那么当然这不是危险 从我们争取民主自由的角度来讲 你实际上对你的江山设计 造成影响 推翻这个独裁政府 那是有什么坏事 那正是我们追求理想吗 美国人这个实际的这种 真正的危害 恰恰是积极作用吗 恰恰是好处吗 不是的 它这个影响呢 不仅仅是一个 改朝换代的问题 不是一个 分别的 我肯定是嘉宾 我认识 不仅仅是不在 所以决定是 对 因为决定是 但是决定是 噢 á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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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видите